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回到童话故事会 超人是我们十分敬仰了英雄 可超人私底下也有烦恼 他生活会遇到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 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超人拿着衣服来到洗衣房 昨天的任务让他十分疲惫 可今天他还是要自己把穿过的衣服洗干净 他虽然拯救黎明百姓 可私下他依然是个爱害羞的大块头男孩 洗衣房上赫然贴着超人帅气的海报 可他依然选择很低调的做个平常人 超人来到洗衣房后才发现 自己心仪依旧的姑娘就坐在洗衣房内 她的一颦一笑都让超人无比着迷 可害羞的超人不知道如何上去搭讪 手慌脚乱之下 超人把衣服扔进了洗衣机 可洗衣机刚开始转动 空中流响起了警报声 有危险 超人需要马上前去支援 可帅气的健身衣还在洗衣机里 超人十分焦急地想要把衣服捞出来 于是他选择把洗衣机举起来 这一幕恰好被美丽动人的姑娘看在眼里 而姑娘看的杂志也正好锁定在超人举起鲨鱼的那一页 超人尴尬地笑了笑 此时洗衣机也被打开了 超人捞出湿漉漉的衣服 他想要一口气把衣服吹干 可却用尽过猛 把水吹到了姑娘身上 超人尴尬极了 他转过身 想把衣服强拉硬拽地穿在身上 可更尴尬的是 这件衣服缩水了 外边的警报声此起彼伏 超人十分焦急 可总不能穿着休闲服去救人啊 超人的形象也很重要啊 于是他努力地拉扯缩水的衣服 可这件衣服也是有脾气的 他被超人的拉扯得不耐烦了 弹到了地上 再弹到洗衣机上 墙上 最后把超人弹倒在地上 超人一不小心头部碰到了墙上 整个洗衣店就在轻刻间坍塌了 超人从灰镜中灰头土脸地站了起来 旁边的姑娘也十分头疼地站在灰镜里 可突然他大声尖叫起来 他终于看出来了原来是超人 此时 怪兽已经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姑娘激动地跑到超人面前 了解到超人的困惑后 他亲自动手为超人做了一身泳衣 超人在姑娘的鼓励下 勇敢地变身消灭了怪兽 次日的晨报上赫然地写着 拯救城市的英雄泳装超人 华丽的外表固然重要 可善良的内心和英勇的本质才是更重要的 不管是不是拥有帅气的健美服 能打败怪兽的才是真英雄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